教授 部落大學的教授 把地方勤勞當作教授 來尊敬獨顧撒韻掃接敗票 關心長者 曾任縣府原民處副處長的獨顧撒韻 熟悉地方政府運作 投身選戰是要擔任民眾 與政府的溝通橋樑 因為過去在原民處 我很清楚的知道 政府機關有些是做不到的 必須要靠民意代表 從外面來推 華蓮新議員第五選區七搶三 獨顧撒韻在原民處服務數十年 打出最專業的原住民代議室的稱號 要正在第一線服務選民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 因為一個法令 讓原住民獲得了上百億的經濟利益 這個原比原民會一年的預算 公務預算還要高 對原住民行政事務遼弱執掌 希望保障原住民族的工作 不顧撒韻用參選來翻轉 原住民的未來 記者眾黨 建議員 whose